没想到自己的亲妹妹结婚 自己连当看客都不行 得躲得远远的 这是广西贵港当地的风俗 按照当地这个习俗 如果有新人结婚 未婚的哥哥姐姐 就要回避新人出门 作为长姐 这个姑娘在妹妹出嫁的时候 不能跟迎亲的队伍碰上 只能到自家的楼顶上躲避 10月17号 一个网名叫仙姑的姑娘 在自己的账号里 发布了妹妹结婚的场面 她站在楼顶顺着墙 看着妹妹婚礼的现场 下面锣鼓喧天 人声鼎沸 楼上形单影只 寒风瑟瑟 配文是 今天最小的妹妹结婚了 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 上楼顶了吧 两个弟弟 两个妹妹都已经结婚 作为没有家人的姐姐 因为习俗只能回避 已经第四次上楼顶了 伤感的人可能会觉得 这简直是对未婚 大龄青年的一种暴击啊 弟妹结婚 大喜的日子 自己都无法参与 不过要是我想想 不用招呼宾客啥的 那不也挺舒服自在的吗 翻看了这位博主的往期视频 同样的事情 她在年初就已经经历过一次 今年的1月19号 她也分享了同样的一幕 妹妹结婚 作为老姐姐的我还没嫁 只能在楼顶回避 你家有这种风俗吗 我觉得现在条件好了 还有个楼房可以爬到楼顶 以前是那种 大家自己盖的房子 是不是还得搭着梯子上楼顶呢 说说看 您怎么看这种风俗 您当地 还有啥特别的婚礼习俗吗 我们下期视频